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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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處理有一個七山的案例 就是中鋼的爐石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 法律把它丟掉的副產品 它不是垃圾 結果輾轉最後是丟在七山的農田裡 那結果依法它是 它不是廢棄物它是副產品 但是它法律就這樣漏洞 那結果我們去揭發 這件事情之後 確定它是一個廢棄物 然後它要重新來政府 人民告一名政府 結果要恢復要花八十億 我相信那個當時候 處理的廠商也許都賺個幾億 只是政府要付出更多的 錢處理後續 但是如果這些 這些爐石之前 我們政府也有用過 那用過它放在蓋馬路 做露基 結果一年兩年會膨脹 結果膨脹之後 破壞結果就不用了 那事實上呢 再研發就好 那結果我們現在就請中鋼在研發 結果爐石把那個 膨脹系數處理掉之後 現在不只可以做 很穩定的代替集配 沙石它還可以做 所謂透水性的一個 柏油透水性的 基礎 那這樣不只是 這些可以利用以外 還可以增加我們的 海能程式的功能 這個就是原來沒有作用的 本來是廢棄物的 你把它轉換成 好好研究 它變成可以 做 集配 可以做透水性的 集配 透水性的一個 露底 這樣的話 自己又更很有作用 又不會製造垃圾 這第一個案例 第二個案例 我們以前有 所謂的 把回收油 去做生殖柴油 我們要慢慢從2% 變3% 變5% 變10% 結果走到2% 哇 說生殖柴油 2% 會阻塞 他們 就要集體抵制 政府就投降了 事實上政府應該要再去研發 因為什麼外國可以 你為什麼 是不是品質還是製作過程 有哪些 再去研發就好 結果台灣就直接就放棄 結果剩下一家公司 它不只繼續研發 從2% 5% 10% 30% 現在到100% 它賣給什麼 賣給歐洲賺更多錢 那台灣沒有鼓勵 所以說我們沒有 但是台灣有一個 麥當勞回收油 麥當勞回收油 也比較穩定 它比較不會亂差 所以它的回收油 做100%的生殖柴油 給它的麥當勞的貨車再用 這個就是 那些飛機 連架飛機都要生殖柴油 它可以降低CO2 降低空污 那又可以回收再利用 這個就是所謂的垃圾變黃金 就是政府要有決心去做 包括你也可以輪胎 你也可以輪胎 可以被輪胎 可以切切去燒 但是你也可以全部 再回收再利用 它的碳素 它的橡膠 它的鋼絲 你全部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但是它要多花一點錢 那你政府就是要鼓勵 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回收再利用 它可以創造更多的產業 不會製造垃圾以外 可以增加 它不只是增加使用力以外 還可以增加它的附加價值 它最後最近有一個 我們台灣第一名的潛水衣 全世界五十八都台灣賣的 它把它的碳素 架在它的潛水衣 增加它的所謂的環保的材質的比例 在國際上可以賣得更高的價格 所以那個公司就跟做輪胎的合作 在泰國廠 又設一個廠 因為它讓它的擁有潛水衣 降低它的所謂的碳足跡 這個就是環保可以賺更多錢的 種種的案例 那這是政府應該要鼓勵來做的